有新場了又有新場了 澳門面臨新一輪的新場開幕潮 市場就同景新場可以吸引人流 進一步推動博彩收入改善 今天開幕的永里皇宮 獲批開幕時開設100張堵桌 加上永里舊場的250張堵桌偏配到新場 即是永里皇宮開幕時 一共有350張堵桌 市場就認為有足夠的堵桌迎接堵客 對於永里皇宮的評價 大行表示正面 永里皇宮一共有1,700間客房 摩通就表示 新場是澳門和亞洲最豪華的賭場酒店 告成就表示 根據渠道的資料顯示 十一黃金週期間房間已經訂門 繼永里皇宮之後 金沙旗下的巴黎人 將會在9月13日開幕 其後美高梅的路騰新項目計劃 也將會在2017年的首季開幕 雖然豪島股不斷有新項目 不過市場關注的當然是 新場可不可以為博彩收入注入新動力 所以 永里皇宮開幕之後的博彩收入表現 將會是市場信心的關鍵 除了新場 博彩收入一直是豪島股板塊的寒暑表 8月份的博彩收入有機會轉正的消息 將會成為板化的催化劑 由2014年6月起 澳門博彩收入已經連續26個月按連下跌 受為低基數和暑假旺季的支持 市場普遍預期8月份的博彩收入將會轉正 根據渠道數據顯示 今個月首14日的博彩收入表現理想 第二週的日均收入 達到6億2900萬澳門元 按週增長7% 較7月份的日均收入 5億7300萬澳門元 更加是提升9.8% 大行就紛紛看好今個月的整體博彩收入 化期預計 8月份的博彩收入將會達到190億澳門元 按年增長2% 瑞銀就更加樂觀 於其8月份的博彩收入 將會按年增長2%至7%